少年在九族饭饱之后,就能如同中了头彩一般,享受梦幻一样的夜晚,西晋时西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荒淫无比,由于她认为自己的傻子丈夫不能满足自己,于是派人到处绑架英俊少年,在发现完受狱后,便将这些可怜的男孩杀害,就地毁尸灭迹,最后仅有一个孩子侥幸逃脱出公描述了他的所见所闻, 将这名黑丑皇后的兽行公之于众,在中世纪的法国也同样,又如同贾南风一样荒淫的皇后,此人便是卡佩王朝路易十世的王后,马格丽特伯耿帝的当时的欧洲盛行禁忆主义,将性看作一种恶行但有很多,王公贵族却从不守教会的清规戒律肆意妄为,甚至为了自己的欲望,干出极其残忍之事, 路易十世,是一名十分有作为的君王,他一生致力于扩大法国国王的权力从封建领主的手中,获取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他建立了三级会议,开创等级制君主政体,为后世法国的强大奠定了基础。 然而,路易十世忙于工作冷落了自己的娇妻,马格丽特,王后马格丽特王后长相十分漂亮,燕宁常变欧洲但相比于他路易十世,更喜欢全是路易十世经常去各地视察。 马格丽特与他的女士从门留守尼尔城堡日子久了便感到寂寞,于是马格丽特与他的手下们制定了一个邪恶的计划他每日派亲信去尼尔城堡外找寻英。 这少年并且趁着夜色将他们带入宫中到了宫里,这些英俊少年所建的全是衣着暴露的宫廷贵妇,其中,便包括农妆艳末的马格丽特皇后。 少年们进入宫殿后贵妇们就逐一挑选他们喜欢的少年,然后乘双入对地进入闺房,首先他们会一起享受美酒和羊羔肉,然后贵妇们笑容可居的将男孩们引上软塌。 少年在酒足饭饱之后就能如同中了头彩,一般享受梦幻一样的夜晚,然而少年们的狂欢只能通宵而不能达蛋,天亮以后,他们就会被立即处死,然后被装入黑油油的布袋丢入汹涌。 的塞纳河中不断失踪的男青年,让巴黎城人心惶惶,塞纳河不时飘起来的腐尸,并被冲到岸上。 在一片沙滩上堆得到处,都是即便是这样马格丽特王后还没收手,如此才忍得把戏,仍然用了好几次。 但是马格丽特王后没想到的是,一名叫马赛纳的青年趁守卫不被逃出升天,他回到巴黎将此事告知了首都地主教,主教认为此事非同小可。 将此消息并报,给路易十世路易十世,立即秘密派人进行调查,很快便发现了马格丽特等人的丑事路易十世,虽然发现马格丽特的罪行,但他并不声张在其妻面前,也装做什么事都没发生。 但是到了一天夜里,路易十世派人用枕头将睡梦中的马格丽特闷死骑士女,也全部被杀这些荒淫残忍的蛇蝎贵妃终于赢,来了应有的下场贾南风和马格丽特王后的势力,说明拥有了绝对权力,欲望能使人类变成怪物即使女人,也是这样。